翻看社群平臺 除了親友資訊 也很常看見廣告甚至詐騙訊息 不過類似的一頁是詐騙 未來可能有解方 證願拍板通過電子簽章法修正 有機會進行跨平臺聯防 現行的電子簽章法上路超過二十年 沒有修正 為了推動數位專型 這回修法重點 明定電子文件 電子簽章 等同實體簽章 並明定了數位簽章 和電子簽章的關係 而經過政府許可憑證機構 所簽發的數位簽章 可以推定為本人簽章 第三方 而且是政府合格的 憑證單位來做簽章的 只要有數位簽章 我們就推定本人簽章 旧的公告我們給他三年的 這個緩衝期 新的一定要用法律來排除 不過司法的程序 就跟司法院這邊有很多的討論 目前是先不適用 從案中也指出 在採用電子簽章之前 要給予相對人反對的機會 並刪除了行政機關得以排除 適用的現行條文 如果相關機關想要排除適用 必須以法律排除 同時也增列主管機關許可的 外國憑證機構 在具備安全條件相當的前提下 可以有相關技術對接和國際接軌 此完草案將送立院審議 目標希望最快可以在這個會期完成 修法程序 記者曹彥均出負財 台北報導 原本四年一次的醫院 憑藉因為疫情的影響拖到 今年才公布 其中臺北區的慈濟雙和以及北區 台大新竹分院都在3月1號起開始 晉升為醫學中心 而醫大癌醫 亞大副醫土城醫院 台大癌醫中心分院 則是被動的從地區醫院升格 為區域醫院 而唯一從區域醫院降級為地區 醫院的是台南新樓麻豆醫院 就新樓醫院來講的話 他如果變成地區醫院 當然他的部分負擔會降低 在地的民眾就醫 這個是有幫忙的 而且新樓他也承諾說 他的醫療各方面的設施 跟這個專科人力 都不會有任何的縮減 雖然對民眾來說 部分醫院進升為醫學中心 或升格區域醫院後 包括轉診制度 就醫技術等信賴度都會提高 但荷包也會縮水 因為升等之後 門診費用調漲一百六十元 或一百八十元 急診漲更多 漲兩百五十元或三百五十元 生病的人又不是願意自己生病的 所以這種應該不能調漲 薪水幹不上漲價的速度 老兵就整手看一看就好 評鑑就是表示說 他就有到達這樣的標準 而不是說評鑑那時候 有那個標準而已 而是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這要花的人力物力 其實是辛苦的 不過台灣社區醫院協會也提醒 在健保總額框架下 分級醫療又遲遲無法落實 嚴重扼殺了地區醫院的生存空間 現在地區醫院的加速已經從健保 開辦支出的超過六百家 到現在加速幾乎腰斬 有的甚至下轉成診所或結束營業 如果再放任惡化地區醫院 更加視為影響偏向民眾的就醫權益 記者 我要一張國人推報導 爭議多時的人工生殖法修法 衛福部國健署 二十七號下午舉辦首場公聽會 邀請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等代表 出席發言 廣征各界意見 醫界代表認為少子女化困境 無法再等 主張有條件開放 人工生殖適用對象 以及代理孕母 由於目前人工生殖法 僅限不孕夫妻 因此這次公聽會討論議題 也包括是否開放與同婚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 結婚與生育是否脫鉤 開放給單身及同婚女性使用人工生殖 代理孕母的使用對象 以及子女最佳利益等四大主題 反對代理孕母合法化 以免貧困的婦女 以他們出租自己的子宮來謀生 衛福部對於人工生殖法的一個修正案 我們並沒有任何的預設的立場 我們現在虛心的聽聽各方的意見 衛福部強調沒有既定立場 民眾如果對代理孕母等修法議題有意見 也可以在國健署臉書留言 將列入修法參考 而第二場公聽會預計三月份舉辦 至於未來如何修法 將由立法院決定 記者 女性生產後很可能因為自身荷爾蒙改變 加上忙著餵奶壞尿布等生活作息大亂 造成情緒低落失眠焦慮 甚至出現產後憂鬱症 醫師表示台灣每年大約有13萬名產婦 產後憂鬱症的發生率大約兩成 通常女性生產完一到兩週最容易出現憂鬱情緒 除了生理因素也可能因為育兒教養等問題和家人間起衝突 更加重負面情緒 根據國際研究顯示 平均每七位產後憂鬱症婦女 可能有一位嬰兒自殺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建議 因比照國外做法 在女性剛懷孕時懷孕後期 以及產後一到兩週等三大時機 進行憂鬱篩檢 協助孕產婦度過情緒難關 而衛福部也強調 目前除了提供15到30歲年輕族群免費諮商方案 孕產婦渴望成為下一波補助對象 相關方案正在規劃中 記者 台北市國中生遭到同校學生持刀 攻擊不幸身亡 讓各界震驚 尤其因校園安全亮紅燈 根據教育部統計 去年校園暴力事件與偏差行回 高達兩萬六千四百四十二件 比前一年多一萬件 平均每天發生七十二件 而福聯盟的調查更顯示 兒少不認為在學校是安全的 有超過四分之一 而福聯盟舉辦 校園暴力防治記者會邀請專家代表與會 小華說當時很希望班導師能更關心受報學生 而長期關注兒少心理健康的醫師陳直彩 則希望從預防面做起 與十五位醫師翻譯世界衛生組織的 校園暴力防治食物手冊 希望給校園更實質全面的指引 學校校長強調面對暴力事件 給老師後盾很重要 手冊將提供很好的因應框架 教育部官員表示針對校園暴力 以進行相關法規修正檢討現行機制 接下來也會加速增補輔導量能 以國小為例 原本規劃一百二十學年度 把所有專職教師補齊 努力提早到一百一十六學年度達成 記者 林警們吳家寶 臺北報導 前水人員保持穩定將一株株海草種在海床 在水深零點三到三米的海域吸收著養分與陽光慢慢茁壯 於開始穿梭其中更有成群的短須海飛離現身 水市所澎湖漁業生物研究中心很早就在澎湖通糧潛平海域 種植六十平方公尺的海草如今成了一大片海草床 幾乎在這十二年間它的面積擴增了五十倍 那所以在操作的難度上生物的本身跟環境條件如果適宜 三零年代以來消失面積達三成以每半小時一個足球場大的速度在流失 人類行為帶來莫大威脅 謝主任表示澎湖污水問題渴望在處理設備完工後改善 也建議管理航道舒俊仍為採集貝類行為與海草床區隔 並指出此次大面積成功富裕為全臺首例採用適合當地物種的根狀金髮移植 將會選在原本有海草但消失或減少的海域擴大富裕成功機率較高 記者林金梅吳家寶台北報導 自公向民眾說明水如相中的就是全臺首度人工繁殖培育成功 除生河豚的六斑二尺豚今年初原本是於海科館潮進智能海洋館的河豚無預警殘暖 在研究人員細心照料下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成功繁殖健康長大 海科館表示六斑二尺豚 幼鳴 刺龜 氣球魚等 體型為圓筒狀 全身不滿刺 遇到危險 就會奮力吞水 膨脹身軀防禦 模樣十分可愛 幼魚時期會隨羊流生活 難以看到樣貌 成餘後回到較淺的岩礁海域生活 而在繁殖過程中如何飼養 餵食 十分挑戰 我們就到野外去去採集 小蝦 或那種小小的在草莓袋裡面小的東西拿回來給牠吃 會利用那種公餌料 用一個勾勾 放在勾勾上面 藉由我們晃動食物的方式去吸引牠想要來過來吃東西 其實海科館現在任何智能館裡面大概有五千七百多條魚 有三百二十幾種的海洋生物 這其實都是命令在照顧我們這些海洋生物 跟後遇我們的海洋生物 海科館表示 這次成功試育出河豚寶寶 並且開放參觀 歡迎民眾到海科館 進行生態之旅 目睹河豚難得一見的鱿魚樣貌 以及可愛逗趣的模樣 記者 陳嘉欣 陳昌為 基隆報導 緩慢的動作者 因為後肢行動不變 這隻黑熊是臺北市立動物園 34歲的黑熊爺爺小熊 他約三個月大 被善心人士送到臺北市立動物園 在保育員呵護下 小熊長成大熊 再漸漸變成老熊 卻也像其他高齡動物一樣 出現骨刺 高血壓等的症狀 在24號那一天的傍晚 我們照網立要把他帶到後場去休息的時候 他不願意進到後場 那反而是一直往蠔溝 也就是遠離後場的方向前進 那一天晚上他還是可以自己行走的 只是說看得出來非常的吃力 區長回憶 小熊在24號 出現動作明顯吃力的情況 隔天無法移動下半身 檢查後 發現他因為脊椎骨刺 壓迫神經 導致不良於行 積極治療 人不見好轉 考量他高齡不適合手術 決定能到方式冷痛放手 讓他不再辛苦 民眾知道這個訊息都很難過 原方表示 曾經照顧過他的保育員也很不捨 之後會在台灣動物區的黑熊整場 設立牌子 向民眾說明小熊辭世的事 讓民眾一起追憶 俗稱大炮的高倍率相機主義立在步道間 鳥友們聚精會神按快門 有人拍五百張才選出二十張滿意的照片 也有人摸黑出門 開了兩小時車 才到這處位在桃園市復興區巴林道旁的民宿 目的是為了要拍到這隻迷鳥 藍喉太陽鳥 五點出門來到這邊兩個小時七點多 拍了差不多二十張滿意的吧 印度中國大陸人們照理說應該不會來台灣 他可能是飛飛迷航的 就來落在這邊 剛好我們鳥有發現 台灣野鳥保育協會指出 藍喉太陽鳥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國等地 活動區域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原盆地或山地 喜歡在花叢間活動 之所以吸引鳥友是因為它的遷徙路線中不會到台灣 可能是迷路或其他的原因來到台灣 因為跟人迷路的狀況類似 所以稱它為迷鳥 人會迷路 鳥也會迷路 自身身體的因素跟它的一些同伴脫隊 甚至有一些鳥類是非常有趣的 它可能輾轉透過了一些交通工具 然後來到了一個它不可能會到的地方 這次藍喉太陽鳥被發現的地點正好在櫻花林間 符合它喜愛棲息在花叢間的習性 上次藍喉太陽鳥出現在台灣已經十八年前 目前鳥友以靜密不干擾的方式拍照 也希望若有民眾前往欣賞 同樣要降低音量 以免打擾這支交客 記者詹淑雲 王耀廷 許正俊 桃園報導 台中市北區的淨化北路 路旁原本是行倒數成癮 但最近民眾發覺 不少行倒數被整棵砍掉 有的留下土堆 有的留下殘根和滿地的木屑 認為市府這樣的做法太粗糙 民眾說原本樹木看起來相當茂盛 但這幾天都不見了 實在好可惜 原來台中市府最近要進行 進化北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 範圍是由中青路倒重的路這一段 為了工程需要 才將不健康的僑木移除 確認健康狀況不佳 而且有安全餘率的樹木 為了避免日後倒伏或者是折幹的情形發生 所以來辦理移除 市府統計處理的55棵橋木中大多是榮樹 經過專家確認後提報 將不健康的43棵移除 剩餘的12棵則是移植 也會對移除的數量來補中 但護術團體認為 行道樹的維護是需要透過長期的經營管理 才能夠避免危害目的產生 蔡智豪表示 除了樹種的選擇 樹穴的寬度和深度都會影響生長 尤其應該避免破壞性的不當修剪 才能減低危害目的機會 也剩下移除後補中所付出的相關成本 G20健身 台中報導 引并櫃上不同色彩的蘭花 利用奈米科技渲染技術 呈現共襄盛舉62個國家的國旗 成為展場一大亮點 也展現台灣園藝科技利益 每三年舉辦儀式的世界蘭展 2024年在台南登場 也是七十年來首度來台 正逢台灣國際蘭展 兩個蘭展同時舉辦 成為台灣歷史上的創局 國際蘭展我們以產業的核心價值跟生活的應用 來規劃我們這一次國際蘭展的主題 因為他本身比較強調的是 我們對環境的保育 對蘭花研究的發表 對品種競賽這方面的延伸 也讓世界知道我們台灣對這一塊土地 對原生蘭在這部分多年的這方面努力的成果 兩大盛世連展以婆娑之然 舞動世界為主題 各具特色 而外銷平創家機的台灣蘭花 去年蘭展訂單突破百億元 今年兩大展帶動加持下 預期超越去年成績 前幾年的一個那個疫情的關係 或者二烏戰爭影響能源上的成本 但這一不嚴肅呢 其實也相對的漸漸的也比較趨換 我們所有的那一個整個營造出來的水平 跟銷售的部分其實現在呢 其實也很好賺 世界蘭展在大台南會展中心展出 而台灣國際蘭展 則是在後壁農業科技園區 蘭花園區展出 從二月二十四開始為期十六天 結合二零二四台灣燈會在台南 展現台南深厚的文化底蘊 和多元的城市景致 記者文正和文灘報導 透過三年前的空拍畫面看到 緊鄰台十七線濱海公路旁的大片水域 多部怪手正在進行填土 直到現在漁電廠處立 目前附近也有三處漁電廠施工當中 還有多處漁溫也被填平 環團認為破壞環境成就漁電廠 不是正確的選擇 如果你把原來的碳汇都切斷了 然後再來做所謂的濾能發電 其實這個好像不太對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大面積水域 本來有制洪功能 有防災功能 有碳汇功能 你應該要養魚的餘溫 現在卻變成了光電廠 而且是填起來 這個地點靠近濱海公路 周遭還有紅樹林 四公里長的美麗黃金海岸 也是多種鳥類棲地 在高發展的城市當中 是難得一見的景致 環團憂心未來漁電持續增加 衝擊生態 美景不在 對此也有議員將提案 發起不再核准漁電案 綠能案件 於軍發局申請後 涉取農漁業容許的部分 農業局將會依相關規定 來落實嚴格審查 希望就像台六十一線決議一樣 以系為生態樂區 不能設置光電 不過台南市經發局說 會要求業者將環團與民眾的需求 納入計畫 在鄰近社區處做好隔離與防護規劃 嚴格審查 記者鄭恆 台南報導 汽車來到長新街口 準備左轉沿海一路 卻直直撞上斑馬線旁的行人庇護島 事發在二十七號高雄小港區 汽車車頭全撞爛了 這並非單一事件 十五號也有汽車駕駛 因疏忽撞上同一個庇護島 回到事故現場 二十九號上午 沿海一路車流量不小 且大車不斷 讓民眾過馬路提心吊膽 為提升行人安全 高市府去年十二月底 在其中兩路口設置庇護島 但民眾覺得效果不佳 庇護島上的反光導標被撞歪 據統計兩處庇護島設置 才兩個多月 合計已被汽車撞上七次 引發外界討論 交通局表示 原因在於駕駛習慣不良 將邀請交通局一同會刊 公務局表示會邀請交通局 一同會刊 確認是否需改善 交通局及警方等單位 也提醒駕駛行進路口 應減速依循導引線行駛 並注意路況 以免事故發生 記者 來大高雄市文環三路 跟廣西路口 這路口是當地知名車禍熱點 里長說幾乎天天都有車禍 原來這一個路口道路呈現放射狀 系數有五個路口 摩托車若突然左轉右轉 對象車輛來不及反應 就會碰撞 因當地沒有紅綠燈耗製 市府考量設耗製不見得更方便 決定採用圓環方式減少衝突點 讓銅像道路以逆時針方式 避入圓環再匯出 減少碰撞機率 民眾認為可降低車禍 但也坦言 若有人不遵行指示也沒轍 市府強調等圓環及周邊標線完成後 會請議交或交警在場指揮 避免夜間事先不良 市府也回應圓環中心會裝設指示燈 仿光軟質感進入圓環前 也會有提醒標示 但現場觀察已畫好標線的圓環 還是不少歧視 無視行車指示方向隨意左右轉 記者王廷 陳顯坤高雄報導 原警詢問報案的屏東縣高樹鄉 蔡遼村長蕭慧珍對方是誰 村長說連自己也不清楚 但二十六號晚間村服務處附近出現 十餘名黑衣人徘徊 讓他倍感壓力 巧的是他前一天才跟五十多位村民 學生家長到救療國小拉布條 反對裁病學校 黑衣人出現的時機敏感也讓反對廢校的村民 懷疑是否有黑道勢力介入 警方強調過濾在場十一位民眾的身份背景 都是當地高樹鄉民 警方初步排除黑道介入廢校議題 下午致電村長蕭慧珍了解狀況 他雖證實有黑衣人出現 但不想模糊焦點低調不回應 政府表示二月中旬已經辦理完社區公聽會 將提交教育審議委員會進行報告及審議 但也強調一切得經過審議才能定案 預計三月底到四月初才會召開 記者王庭 陳顯昆 屏東報導